这个月十一号在基隆的中山区 当时园警在巡逻时突然发现 这是一间当地相当知名的牛肉面店 居然起火了 园警立刻冲进屋内把火柿给扑灭 老板娘事后不断向这园警道谢 感谢警消帮忙 这一生经营多年的面店 才能免于助容之灾 消防人员布水县 对着牛肉面店家一路烧到招牌的大火 紧急喷煞 大批警消在旁戒备 还有人钻进火厂查看 丝毫不敢大意 旁边店主也十分担心 我们去买东西 他把火块小小的 他忘了管我说关了 他说想说火小小 他可能关然后没有注意 夜市说得激动 这些人心有余悸 仅仅出门一下 大火就一路烧到招牌 事件就发生在基隆一间 老牌牛肉面店 远景巡逻时 发现店内窜出浓浓黑烟 马上入内查看 第一时间冲到厨房 关起瓦斯并使用灭火器灭火 但由于大火顺着天花板 往上蔓延 这旁对激活通报 也赶忙到场灭火控制 而发生火警的这间店 在基隆当地 名气响亮 撒上特制调味料 将味道炒进面条中 从第一代开始 在基隆开业 将近六十年的牛肉面店 如今传承到第三代 用大锅熬住的牛肉 加新特制的咖喱和沙茶汤头 这好滋味 在基隆飘香多年 是不少套客信中的第一名 更因为太好吃 周边不知不觉 聚集起了大量桶叶 知名店家传出火警 首先路过远景 及时相助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危险 也呼吁民众 出门时一定要确认 将家中瓦斯关好 以免一个没注意 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记者郭平游 黄玉杰 基隆采访报道 作丢请的三公子 现在背影道 设 quo 由三公子 中文人